第二天开始 他刻意回避狐狂 不给他任何单独相处的机会 转而跟其他的狐狸玩在一起 慢慢的 他从狐狸们的口中 知道了许多狐独的往事秘星 跟他玩的最好的 是假扮他和蓝旺鸡的 那两只狐狸 尤其是那个假蓝旺鸡 本来他是奉命去迷惑魏无羡的 结果他的道行太浅 倒被魏无羡迷住了 狐狸告诉他 他们只能变成女人的身份 不能变成男人 如果变成男人 他们就永远回不了狐独 几千年前 狐独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狐独的王室全部阵亡 所有的男狐都死了 而女狐被流放到龙族 成了龙族的玩物 女狐太美 伸手龙族的男士喜爱 可是他们绝对不会娶女狐为妻 在他们眼里 狐狸这个物种 天生低人一等 没有力量 没有本事 空有美貌 只能玩 不能娶 等狐狸年老色衰了 就把她扔掉 玩下一只狐狸 没有任何一只女狐 可以逃避这个命运 终于 女狐们不堪其辱 联手反抗 最终只有三千女狐 逃出升天 这三千只狐狸 就是目前活在 异度空间的这些 竟有如此悲惨的故事 魏无羡叹息道 是什么灭顶之灾 把你们害成这个样子 蓝战 魏无羡风一样冲到蓝旺鸡面前 蓝旺鸡正在辅导蓝田的功课 即使身在异乡 蓝田功课也必须每日坚持 这是蓝旺鸡对孩子的基本要求 四四的蓝田丑眉苦脸 敢怒不敢言 一见到魏无羡的声音 小蓝田面露喜色 他觉得魏无羡简直是自己的救星 合适 蓝旺鸡头也不抬 也许我们有办法出去了 快跟我来 魏无羡拉起蓝旺鸡就往外跑 忽然看到小蓝田也在这里 抓起他往身上一背 他这风风活活又毛手毛脚的模样 让蓝旺鸡直摇头 伸手将蓝田从他背上扯下来 抱在怀里 跟着魏无羡的脚步 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悬崖边上 悬崖下是一条宽阔的河流 悬崖上是一望无影的蓝天 蓝展 狐族的秘密我知道了 魏无羡喜道 他用尽各种招数 包括使了符咒 共情术及美南记 终于从狐狸的嘴巴里 套出了狐族的秘密 狐族的往事跟西凉的神话传说 不尽相同 同一个故事经过千百年的流传 早已变了位 真实的故事要比传说残忍得多 狐族在几千年遭遇的灭顶之灾 是龙族一手造成的 确切地说是龙王的杰作 龙族与凤族联姻 征服了天空下的土地 成了人间之主 然而龙族的一位龙王全力熏心 向征服北极天 成为宇宙之主 可是人间的物种哪来的武力 去与天上的神抗衡 这时候龙王从年少时的恋人 胡公主那里发现了一个绝世秘密 当时的龙王对胡公主 也是付出了真心的 在人间给他安置了房产 圈了一块地供养他和孩子 有一天他去看他 看到一群人类围剿胡公主和他的孩子 孤儿寡母在绝望之下 动用了胡族王室的一项绝密法术 逆转乾坤术 逆转乾坤术跟魏无羡的轨道术法 有一曲同工之妙 简而言之就是以血化腹 召唤魂魄 达到击退敌人的目的 这项法术是胡族王室统领全族的根本 不然仅以魅术力士 是不足以统治一个种族几千年而不倒的 龙王看到这一幕大为吃惊 他正愁没有力量对抗北极天的紫微地呢 如果能把胡族的力量收为己有 岂不是又增加了几分胜算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逆转乾坤术是胡族王室特有的法术 只能通过王室的血统传承 外人根本没有办法收为己有 就连胡族的普通狐狸都使不动这个法术 何况龙族 无计可视的龙王打起了胡公主的主意 萧雄就是萧雄 他总能想到常人想不到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逆转乾坤术既然能创立 当然有破解他的法子 胡公主告诉他 非胡族王室血统的人 要想继承逆转乾坤术 办法是有 但没有人愿意用 那就是杀死所有的公胡里 以全体公胡之血为祭 逆转乾坤术就会自动转移到施法者身上 龙王如获至宝 回去后不久就策划了一场阴谋 将胡族所有的公胡里杀死 以血为祭掌握了逆转乾坤术 与北极天的紫薇帝打成平手 这就是胡族的灭顶之灾 龙王越来越狠毒无情 为了笼络紫薇帝 竟然把胡公主的女儿献给紫薇帝 单纯善良的胡公主 终于看穿了龙王的阴谋 悲愤之下 他将胡族的另外一项绝密法术 封印在龙王送给他的定情物 龙陵上 之所以封印在龙陵上 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是因为他知道 龙陵被龙王收回去当结盟之物 他期待有一天 天上的神可以替胡族报仇 胡族的寿命很长 可以活几千年到几万年 龙狐狸死了并不代表胡族灭亡 因为还有母狐呢 女狐们决定反抗 把年幼的女狐 封闭在一个异度空间里藏了起来 其余的成年母狐全部战死 年幼的女狐 历经几千年终于长大 成了现在的 活在异度空间里的狐狸们 他们是胡族仅存的硕果 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放弃 找龙族报仇血恨的念头 魏巫县听完故事泪流不止 一个人为了一己私欲 将一个种族赶尽杀绝 这样的人竟然能做龙王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世上还存有一只公虎 那就是小蓝田 蓝田才是真正具有 狐 龙 凤 神 四族血统的物种 他的仙女母亲将仙体灵核 遗传给了他 也就是把这四族的基因 全部留给了他 他们等了很多年 终于等到了蓝田 蓝湛 我好像猜到了 为什么田田在过去的千年里 每一世都活不过八岁 蓝芒基道 胡族察觉到了他的血统 要收他 我还怀疑 一陵乱葬岗就是当年 宫湖血迹的地方 你看 龙王学到了 逆转乾坤树 我在这里学会了轨道竖法 魏无羡道 几十年前 魏无羡被温家人 扔进了乱葬岗 三个月塑成了轨道竖法 令黑白两道文分丧胆 那些黑暗中的怨念与魂魄 恐怕也有公狐狸的不甘心吧 同样的竖法 被称为低等种族的狐狸 从来没有利用它来大开杀戒 自称为上等种族的龙族 却用它来搞破坏侵略 熟战熟邪 什么是高贵 什么是卑贱 蓝王鸡传思片刻道 这个异度空间的地形轮廓 和一陵乱葬岗极其相似 是千年前的模样 不错 这片悬崖的位置 对应乱葬岗 我当初是从这个地方 被扔下去的 蓝战 我们下去看看 蓝王鸡点点头 抱起蓝田 从悬崖上飞下